少女们联合众人只为巴下少男的内裤 少男叫来伙伴反击却遭背叛 惨被自己的兄弟巴下内裤 内裤下的秘密在少女们面前展露无遗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帅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韩禅名气之时解的后续 韩禅名气之时 李 内容紧跟计策篇 接下来就让阿帅带大家一起看看吧 就在众人打破轮回之后 梨花终于迎来了昭和58年的7月 这天龟一约了其他伙伴去星宫的泳池举行社团活动 急忙赶去星宫的龟一发现 自己忘掉了勇库 这下自己只能又一次遭受惩罚游戏了 于是在魅英叔叔的灵魂带片下 龟一穿上了一条有着魔法力量的勇库 只要在勇库上写上名字 穿勇库之人就会痴迷上这个人 而现在勇库上写的是龟一 也就是说这样下去 龟一会变成只看自己不看其他女生的自恋狂 于是伙伴们为了拯救龟一 对这条内裤展开了激烈的抢夺 甚至还叫上了鹰野和老师 目标八小龟一的内裤为止 最后甚至引来了除剑泽所有人 在全村的努力下 龟一最终败本 大宝贝直接暴露在了重量里面前 场面一度十分有趣 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 众人在回家的路上不断调戏着龟一 那段看不到尽头的旅行终于结束 梨花感叹享受生活的时间到了 突然前方弯道出现一辆大口车 梨花在惊恐的目光中失去了意见 等他再一次睁开眼时 发现自己又一次回到了 昭和五八年的那个六月 那个带给他无限噩梦的夏天 不过这个除剑泽很不一样 没有入江机构 也没有东京 没有了鹰野和小慈牧原力公司 也没有驻扎在村里的山口部队 村里唯一的诊所 变成了高野123所创办的高野诊所 即使到了昭和五八年 务实也没有消失 一切的一切都和之前不一样了 回到学校后 梨花百思不得其解 既然没有东京组织 也没有归因 这就说明也不存在战斗 那为什么又回到了这个死胡同呢 梨花继续调查这原因 放学后 梨花发现社团活动 从一起玩游戏 变成了一起回家 不过梨因由于要去打工 率先离开 所以就只剩下李奈和梨花 从李奈的口中 梨花知道了 这个世界的梨奈没有搬去赐场 父母也没有离婚 杀斗子和季虎的关系也很好 一家子十分温馨 反倒是自己和杀斗子感情并不和谐 来到街上后 梨花发现 店铺变少了 问了梨奈后才知道 这个除建族的一三家 在争取高额保证金后 竟然答应了大坝修建计划 所以等到明年放水后 村子就会被淹掉 并且在鼓手家主的带领下 在外地新建了一个 供奉御设成的神社 抛弃土地就会遭到报应的说法 就不复存在 问题也就这样解决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个世界就连注册世界 以及鬼影都没有 梨花对一切感到非常新奇 因为入江机构不复存在 那自己的双亲也就应该还活着 可经过了百年轮回 她对父母的态度 也仅仅停留在昭和五六年罢了 当看到昭和五八年的母亲时 梨花完全不知道该怎样面段 毫无头绪的梨花只能寻求羽入帮忙 可是这一世的羽入并没有在她身边 她赶忙来到寄居店呼唤羽入 最终在一颗水晶珠中听到了应答 这是鼓手神社的智宝 神尊宝珠 羽入告诉梨花她没法出现 因为这个世界有阻碍她进入的力量 而要让羽入出现在这个世界的钥匙 就是从神之领域掉落的一部分断片 可是羽入并不知道断片在哪 也不知道断片会化成什么形态 但是如果要回到原来世界的话 羽入必须要来到梨花这边 而且羽入不在身边的话 你就没有力量帮助梨花复活了 所以这次死了 就是真的死了 同时神尊宝珠的力量有限 就像没电的对讲机一样 维持不了几次对话 所以梨花让羽入努力收集线索 之后就切断了通讯 第二天 羽入的调查有了进展 她说断片应该寄宿在某样东西内 要让断片回到原来领域的方法 只有毁掉它所寄宿的作种 但断片寄宿体不现一物 也有可能是人 也就是说想要拿到断片 就得有杀人的准备 而且如果真的是人的话 一定是和预设神有密切关系的人 那么除了他自己以外 最有可能的就是他的双亲了 不过梨花早已习惯了 他们死亡的日子 所以如果只有这一个方法的话 他是不会犹豫的 结束通话后 梨花想着书上也许会有线索 于是翻开了身旁 鼓手神兽的书籍 之后的时间 梨花都在书海里遨游 结果某次在学校的时候 被沙都子抢过书籍 欺辱了一分 气得梨花拿起凳子 抱起沙都子 并警告他以后离自己远点 不然见一次打一次 两人在保健室爆炸后 山本看出了梨花有心事 于是梨花对他诉说了 自己的仇将 称自己是从另一个世界 转世过来的御射神 还把雨入被困水金珠 以及其他仇见者的事 告诉了山本 可是梨花却发现 山本压根没消息自己 只是当成小孩子来哄罢了 确实 这样离奇的经历 是个人都不信 放学后 李奈三人叫住了梨花 原来刚刚李奈去洗手间的时候 偷听到了梨花 想回到原来世界的事 所以伙伴们劝说梨花 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摔坏的杯子再怎么珍视 它始终也只是杯子碎片 可是杯子不会只有一个 只要再找一个新的就好了 简而言之 老朋友虽然不在了 但梨花还是可以在这个世界 交到不属于他们的新朋友 这番话让梨花有了很大的触动 回家后 看着正准备晚饭的母亲 梨花开始想着 以后和她一起生活 或许也是个很愉快的选择吧 洗碗时母亲告诉梨花 山本把事情都告诉她了 虽然梨花说是三往骗人的 但是母亲却因此说出了一个秘密 那就是母亲她自己是 玉射神的转世 因为根据古首家的古训 连续八代第一台都是女孩子的话 那第八代的孩子 就是玉射神转世 而这个世界古首家 第八代的孩子 就是梨花的母亲 这时 梨花感受到了母亲身上 和雨露一样的力量 她顿时明白 断片就寄送在母亲体内 夜深人静 梨花向雨露诉说着一切 慌了神的她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雨露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说起了自己的故事 那时雨露还没被称为 玉射神的时候 她对人类的丑恶感到绝望 打算独揽人间的罪恶 让自己的女儿 也就是古首家先祖 古首樱花去除自己 之后樱花打倒了雨露 继承鬼神的神通 统治了这个村子 虽然村子和平了 可雨露也因为之前 拒绝人士的力量过于强大 导致她再也没有回到村子 而让雨露回世的奇迹 都是古首家连续八代投胎 都是女孩子的情况 在之前的世界 第八胎就是梨花 当梨花出生时 雨露便再次有了 和世间的连接点 梨花既是她千年不遇的友人 又像是她的女儿般 两人一起度过了一生 再一起走进 昭和五八年的死胡同 然后雨露也再次犯下罪恶 她为了改变梨花的命运 使用了能力 导致梨花在百年的轮回中 失去自我 可梨花显然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说回正事 既然断片在母亲庭内 要回去的话 就必须杀了她 梨花来寻求雨露的意见 自己究竟该留该走 然而雨露却直接说出了梨花的心思 她不过是把责任 推到雨露身上罢了 可是这样的人生毫无价值 作为一个穿越众多世界 在人世之外留有脚印的人 梨花必须做出负起责任的选择 这个世界是一个理想的世界 就连鹰野也一样毫无污点 所以梨花需要自己做出抉择 是接受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事实 断然抛弃了那个追求了百年之久的宝贵世界 还是不管说这个世界有多么完美 也还是不闻不问地回到原本的世界 宝珠的力量马上就耗尽了 这代表雨露也将无法干涉梨花 而断片也将在明天日落后永远丧失力量 留给梨花的时间不多了 关键时刻 梨花终于醒悟 她会和这个选择斗争到底的 因为雨露的力量 她曾认为人生可以重新起牌 然而她此刻明白了人生的沉重 她会拼命地去抓住真正美好的世界 雨露露出欣慰的笑容 宝珠的力量也终于消耗殆尽 梨花又一次睁开了眼 却发现一切都变回了那个熟悉的初见则 诊所医生还是乳浆 不是山本 自己的妈妈也早在两年前就去世了 原来之前的世界不过是一场梦 可是梨花却觉得极其真实 看着自己杀死母亲的双手 梨花再也克制不住 痛哭起来 这时伙伴们也急忙冲了进来 看着熟悉的友人们 梨花向他们说起了那个世界 在说到选择时 李奈站出来了 虽然妈妈离婚这件事让她难以接受 但她认为这不过是人生的考验 能让她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如果让她选择 她也会选择回到这个世界 其他伙伴也是如此 一番卷脑后 梨花终于意识到问题所在 自己一直以人类的身份 踏上神的领域 她释怀了 是时候舍弃贝伦卡斯泰路的魔女 回到鼓手梨花的位置上来了 贝伦卡斯泰路是梨花这百年轮回中 诞生的魔女人格 全名叫弗雷德列卡贝伦卡斯泰路 最后语入向梨花解释道 她其实并没有杀死母亲 之前的梦都是语入的安排 为的就是让梨花学会珍惜当下 也为了让梨花察觉到自己的罪孽 因为不珍惜自己才导致的车祸 以至差点失去这百年斗中 才赢得的幸福 寒蝉名其知识里主要有三个篇章 修晒篇 赛莎篇以及咒坏篇 较主要的赛莎篇已经结束 修晒篇与咒坏篇比较异常 本期开始时的暗黑似天王围绕魔法内裤展开的故事 就是里中修晒篇的内容 而咒坏篇中鼓手神射的红白勾玉解封 红色勾玉持有者会爱上白色勾玉持有者 之后红色勾玉被可爱狂里奈吃下 而白色勾玉的持有人一直在变化 最后竟然意外被龟一吃了下去 在梨花进求封印一试时 里奈还趁机表白 全村只有一个男生真好啊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寒蝉里的内容就是这样 梨花在语入的引导下学会着珍惜 只有懂得珍惜当下的人 才配拥有眼前的幸福和美好 喜欢奥书视频的记得点赞订阅本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